從空拍畫面可以看到 特警隊在屋頂持槍全面戒備 準備衝入醫院大樓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的杜爾沙 當地時間一號下午爆發醫院 槍擊案 警方接獲民眾通報 一名男子在醫院附近持步槍行走 但當警方趕到現場時 槍擊案已經發生 遠景衝進醫院後 發現多人重彈倒地 那是他們進行到第二樓 那些警員在屋頂接受槍 那是他們進行到第二樓 現在我們有四個兵兵人 死亡 我們有一個殺人死亡 現在我們相信這是自動彈 警員沒有被尋找 但我們確定這是自動彈 傷害的傷害 警方尚未透露兇手身分 犯案動機也還有待釐清 事發醫院院區已被視為災難現場 警方逐一搜索醫院大樓的 每一個樓層 看是否還有其他威脅 我來醫院醫院醫院 我來醫院醫院 我來醫院醫院 在這個可惡的場景 很可憐 很可憐 我兒子從河島 現在已經很近 在家裡 它甚至安全 如果你再到外面 既紐約州水牛城超市槍擊案 加州爾灣長老教會槍擊案 和德州校園槍擊案 美國再度發生持槍歹徒犯下 大規模殺人案 再度突顯美國槍支管理問題 歡迎新聞 劉美萱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我第一次來做 千賤 學校園 最新趟的 許敬損